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再来做一个非常可爱的这种布丁形状的一个沐浴果冻 然后这个果冻呢是我们用的这种沐浴液给它做出来的 这个沐浴液呢是一个非常浓重的芒果的一个味道 非常的好闻 我们所需要的呢就是一个明胶 如果没有明胶的话呢也可以用别的一个鱼冻胶进行一个替代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呢就是这些 如果你是想要做比较多的话呢可以用更多的一个这个模具 可以把它做出来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明胶 然后这一边是我们想要做的这个果冻胶的一个沐浴液 上面是有非常浓重的一个芒果的味道 这边是我们做果冻的一个模型 是一个硅胶的模型 然后两个量杯 一个呢是去量水 一个呢是去量我们的沐浴液 首先呢是要让我们这个明胶进行一个浸泡 然后里面呢是有大概温水 里面我们要放大概多少个呢 我们是要按着它的这个说明书 里面是要200毫升的水 然后这个是水是要烧开 然后加入到了我们的明胶加入到里面 让它再进行一个融化 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等一下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这个说明书上是大概说我们这个其他的东西是要用多少的一个料 它这个明胶呢是一个粉状不像普通的明胶呢它是一个这种片状 这边呢是我们准备好了一个明胶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沐浴液 大概是加150毫升左右 按照它上面的说明是加了150毫升进去 我们的沐浴液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去大概冰冷藏 冷藏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 把它从我们的模具当中给它取出来 超级的硬 然后也是超级的像果冻一样Q 非常的可爱 有一个这种蛋糕的形状 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盘子里面 我们做好了之后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继续给它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进行一个冷藏保存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diam指下一个赞 或者是给我们的频道呢一个订阅 视频的下方呢可以给我们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意见与建议 还有大家的一个愿望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 拜拜